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什么是荷兰的地方归顺会议 这是一个荷兰殖民同志台湾一个很重要的制度 有人称作归顺会议 后来改名叫地方会议 那我们简单就把它整合起来 称作地方归顺会议 或者归顺的地方会议都可以 这在普特曼斯担任大员长官的时候 所引进的一个欧洲的一个封建制度 形成的一个特殊的统治方式 在谈到这个制度之前 我们要谈两位基督教的牧师 我们前面都有提过 第一位就是台湾历史上第一位基督教牧师 他叫甘地斯 有人叫甘志士 叫做Candidius 他是在荷兰莱登大学 神学院毕业的 不过他是日耳曼人 德国人 他不是荷兰人 他是1627年6月就来台传教 所以是很早的 本来甘地斯的任务 只是在帮荷兰在台湾的驻军官员 商人来做一些宗教礼拜的事务 但是甘地斯认为 就是说对于新港社的原住民传教 是他们跟原住民能够做出的一个重要的贡献 而且甘地斯发现西拉雅族 尤其是新港社的原住民 他们都有一些堕胎的恶习 这个甘地斯 他希望把这种风俗 移风异俗做出改变 可是他来的时候是1627年 我们知道从1627年到1635年中间 连续的发生了什么迪卡事件 我们谈过了 冰田米兵卫事件 麻豆西事件 这使得甘地斯做一个外来的人 跟原住民之间的信任感 就逐渐的流失了 所以甘地斯只好说 专心处理荷兰人自己的宗教的事务 对于向原住民传教就立有未待 所以他就专心去编辑新港语 就是当时流行在西拉雅族的语言 荷兰人把它称作新港语 简单讲其实就是西拉雅语 然后他就开始编辑新港语的字典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新港语怎么讲的 就是因为甘地斯所留下来的一些文献 他编了字典 而且还编写了基督教的祈祷文 而且他自己还写了一个叫福尔摩沙记事 所以我们才能了解当时很多很多的事情 他1631年就回到巴达维亚 跟当时的总督叫史碧克兹的女儿结婚 1633年再度回到台湾来传教 不过到1637年他就返回到荷兰 经过了将近六年 1643年又回到了巴达维亚 但是就没有再回台湾了 他担任荷兰人在巴达维亚的一个拉丁文学校的校长 还有巴达维亚的图书馆的馆长 他50岁就去世了 1647年的去世 不过在他的文献里面 对于台湾的记载相当的详细 也就是后来在差不多19世纪 才来台湾传教的另外一个基督教牧师 很有名叫甘维林 所以甘维林跟甘帝斯两个人 差距了将近一两百年 甘维林牧师后来在对海外 做出一种文献记录的时候 就把台湾的日月坛 命名为甘帝斯湖 就纪念第一个到台湾 来推动基督教传教工作的第一位牧师 甘帝斯在对原住民的教化 虽然因为客观形式没有办法 有太多的成就 但另外第二位牧师就不一样 这位牧师叫做尤纽斯 叫Junius 他本人是荷兰人 他在荷兰的路特丹出生的 而且毕业于莱登大学的神学院 这个神学院比较特殊一点 就专门在培养一些 可以到亚洲来传教的牧师 所以1629年尤纽斯就来到台湾 就比甘帝斯晚两年 不过他在台湾传教时间特别的长 他整整待了14年 同时在现在的赤坎楼 当时叫做普罗明泽城旁边的一个小村落 叫赤坎村 名字叫Sakam 就赤坎楼的名字来源 竟然组织的很成功的 第一个台湾岛历史上的原住民的基督教的宗教组织 他们当时叫做Consistory 就是基督教的小教会 Consistory 这简直是在基督教历史上 在台湾岛播种的第一步 然后到了麻豆战争结束以后 1636年 尤纽斯在台湾设立第一所基督教的学校 收了70名的希拉雅族的男童 还有60名女童 男女多街普什教育 同时用罗马拼音的新港语教学 而且还训练很多年轻的牧师 不过尤纽斯当时主张一个很重要的政策 他说要一手用火枪 一手用拿棉布来推广基督教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要用火枪来强迫原住民 丢弃原来的宗教信仰 把原住民本来那种原始的宗教 都是由女性来当做这种祭司 台湾就称作昂仪 叫INIPS 这女巫这样 用强制力来驱逐这些女巫 同时一手棉布 就是拿棉布赠送给谁 给愿意送子女到基督教学校来上课的家庭 以表示奖励 所以一方面压迫一方面奖励 许多的村舍也因为这一个政策 所以纷纷的抛弃原来的一些传统的神像 纷纷的去建造基督教的学校 教堂而且还帮荷兰人兴建教员的宿舍 应该这么说当时在尤纽斯牧师的眼中 西兰亚族当时是母系社会 而且并没有夫妻的观念 男女之间经常可以随意的性交 然后又有一个很迷信的一个堕胎仪式 就女生如果没有到的三十五六岁 不可以生产小孩 所以之前有怀孕的话就要堕胎 而且有女巫这种婚姨来强迫堕胎 她过程当然相当的残忍 而且要到很老的时候 感情比较好的男女才会不定时的同居 有女巫就想到说要用武力还有教育 来改变原住民的风俗 让原住民可以依照基督教的仪式来结婚 而且要鼓励夫妻同居 共同抚养小孩 推行一夫一妻的制度 当时的记载是说 原住民有将近五千四百多人受洗 而且经过基督教仪式结婚的 原住民的夫妻有一千多对 等于是改变了希拉雅族原有的母系社会 比较原始的男女关系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 有女巫的确对于台湾岛上原住民的基督教化 做出了一个相当大的贡献 因此使得荷兰人在用武力征服原住民之外 用新的文化去驯服原住民 顺利统治台湾岛建立了一个很大的功劳 而且尤纽是在1643年 他传教十几年后离开台湾 训练了50名以上的原住民 有书写能力而且可以担任基督教学校的学校老师 不能说不是一个很 是一个很大的成就 所以对原住民来讲的话 尤纽是既是牧师 也是官员 为什么 因为当时荷兰人 在每一个村落里面 都找这些基督教的牧师或者老师 来发放那个教区里面 一个传教区里面的列路的执照 也就是有中国人或其他人 要到原住民的领地里面 去打猎 猎取台湾岛上的梅花路 当时台湾岛上的梅花路 它的路皮很受日本人的欢迎 路落很受中国人的欢迎 然后列路要有执照 那发执照就可以收取执照费 所以拿到了这个执照费以后 基督教的牧师还可以分红 每个月可以分红 所以每个月 就像尤纽是 每个月大概可以分红十里额 十里额 里额是西班牙银币的名字 当时一头猪 一头猪的价格 才一里额 所以等于是西班牙的 这些里额 每个月 十里额就会进到尤纽是的口袋 然后一匹马的价格 也才1.5个里额 那么一个中国工人的月薪 也才三个里额 所以你可以知道 基督教的牧师除了传教以外 还可以在抽税里面 去抽取他的奖励金 所以尤纽是离开台湾的时候 他积蓄的存款就有高达4600个里额 当时算是一个富翁期的一个收入了 一个所得了 不过回到的这个荷兰之后 1655年 尤纽斯感染到了黑死病 就鼠疫而在阿姆斯特上去世 所以这个尤纽斯 跟我们前面讲的甘地斯 可以说是台湾岛上 两个很重要的一个牧师 不过尤纽斯还做出一个很大的贡献 就是他在1636年 就是麻豆战争的隔年没多久 他就主动的去召集 去安排台湾岛西南部 有26个原住民的村舍 到台南的安平 热兰浙城旁边的广场上面 或者在刺坎 那个普罗民浙城旁边的空地 就开始举行了归顺的会议 有人叫做领地会议 有人叫归顺会议 不过这次参加的 没有包括屏东的廊桥17社 不包括斯卡罗那边的人 然后这些各地来的原住民的 村舍的代表 要聚集在那边听大元长官 普罗普特曼斯的训话 这个训话很有意思 是普特曼斯训话的时候 讲荷兰语 然后有一个新港色的人 就把荷兰语翻译成新港语 可是新港语是希拉雅族的人讲的话 还有其他平埔族的人 并不会讲新港语 比如说在云林嘉义 那么红亚族的人 他讲的是虎尾龙语 然后在屏东的这些狼桥 这个17社的人 他讲的是排湾语 所以这个时候 普特曼斯讲荷兰语 由新港社的人翻译成新港语 然后再由其他人 再把新港语翻译一遍 讲虎尾龙语 然后再讲一遍排湾语 所以变成是几种语言 在那边交错 形成一个很特殊的归顺会议 不过这个归顺会议 也开启了荷兰人 统治台湾岛的模式 那有趣的是什么 这个普特曼斯讲完话了以后 有一个人也代表 全体原住民讲话 这个人就是原先搞出 冰田米兵卫事件的迪卡 就是新港社的原住民的头目 叫迪卡 他就代表了所有的原住民 那么在会上 接着普特曼斯第二个讲话 然后宣示对荷兰 共和国宣示效忠 所以荷兰人虽然惩罚迪卡 但是并没有把他杀掉 还是怎么样 要他转向荷兰人 向他们效忠 所以你不能不说 荷兰人在统治台湾 是有一把刷子 到了隔了两个月 1636年 尤纽斯要写信给普特曼斯 跟他报告 说他有一个中国籍的翻译 叫南沙哥 Lensak 南沙哥 跑去劝这个屏东 狼桥的大头目 要跟荷兰人签订合约 其实就是马舵条约 然后5月15日 普特曼斯就写信告诉另外一个基督教牧师 叫甘地斯 他说狼桥的大头目的弟弟 已经来到了大远 就是台南安平 向荷兰人苏城 大头目本人 似乎对荷兰人还有怀疑 而且甚至于有好几次酒醉的时候 拿刀架在派去的跟他沟通的荷兰人的脖子上 他认为就是说 荷兰人去要他跟他们合作 苏城的时候 是来探查这个狼桥地区的一个间隙 不过也没有真的杀他们 到了1637年的1月31号 这个时候普特曼斯已经离开台湾了 由他的继任的长官 第五任长官叫伯格 他就宣布 他说有17个村社 人口很多的狼桥大头目 已经跟荷兰人签了合约 而且决议要派人到狼桥去 要去收集一些资讯 那么了解到说 是否除了狼桥以外 也能跟台东的北南人签订合约 那为什么 因为荷兰人认为 从屏东到台东 可以打通什么 到花莲去挖金矿的这么一个途径 所以表示说1637年的时候 屏东地区的狼桥17社 已经归顺荷兰人 虽然那个没有战争 可是签了条约名字叫合约 然后1636年的10月24号 这是前几个月 这个普特曼斯要离职了 跟伯格就一起去访问了 他们最好的新港社的原住民 在那个地方 也召集了有36个其他村社的长老 和头目聚集 送行这个普特曼斯 同时欢迎伯格 也对伯格宣誓效忠 这个有点类似这个欧洲时代的那种 陈狐狸叫Hommage 这整个变成说 以后荷兰的新旧大员长官交接了惯例 就会把所有原住民头目通通找来 向旧长官送行 向新长官宣誓效忠 到了1637年的2月5号 伯格就派了一个中尉到狼桥屏东去 那大头目 因为归顺的关系就热烈欢迎 而且邀请他到什么 狼桥十七社 就是后来我们讲的 斯卡罗的一个头目的社 叫朱劳宿社 多拉斯瓦克的一个住所里面 去接待 那尤纽斯的牧师 他说 这个归顺会议 可以说是盛况空前 他说原来这些部落是互相敌对的 打来打去 部落战争非常的残酷 都有粗巢有猎手 可是现在这些人 在荷兰人统治底下 首度相聚 气氛友善 而且彼此还凝视 相互亲吻 行使荷兰人的礼节 而且过去经常战争 现在变成如此有爱 在前所未见 而且通通效忠荷兰人 他说如果没有荷兰人的影响力 他们不会团结 而且互相之间不敢讲话 因为他们彼此互相不信任 欺骗杀戮是他们之间的家常便饭 所以荷兰人的统治 的确使得原住民之间的部落战争 逐渐的从台湾岛的历史上消失 你不能不说 荷兰人在这段时间的付出 是有很大的回报 因为以后的原住民就配合荷兰人的统治 但是也相对的被荷兰人在经济上 高度的压榨跟剥削 那我们先回过来提一下 这个归顺会议怎么进行 刚才讲过 大院长官相训话 开场讲话 大不了就是讲一些什么和平相处的话 而且他们会一再的说明 麻痘条约的重要意义 要求原住民遵守 然后接着 这个大院长官会颁证给每一个 这个村社这些长老的信物 有任命四个长老几个长老 而且会给他们一件黑色天鹅龙的长袍 而且给他们一个藤杖 上面有东印度公司的银辉章 同时给他们一面代表着 不该部落臣服荷兰共和国的 橘色的亲王的这个令旗 如果有来的长老是准备卸任的 然后这些东西都要交回来 那由荷兰的大院长官 颁给新任的什么长老 也就在这归顺会议里面进行 然后更重要的是 等到了会议结束的时候 这些各部落的代表 还要再一次把这个 他村落里的泥土 插着槟榔跟椰子树的树苗 再次呈给大院长官 再度表示臣服跟效忠 那会议结束完 这个大院长官会派人 巡回各个村舍 向原住民解释这些长老的信物的意思 旗子 权壮 藤杖是什么意思 每一个村舍可以出席的代表 当然不止一位 比如说1638年 那一场归顺会议 穆加六万社就有四个代表 销龙社有六个代表 那这些其中有些人会被认面为新的长老 那有些人是作为退休的长老 那同时也在这个会议里面 认面其中有一个比较资深 或比较服从格兰人的人 来担任部落的头目 那这些头目跟长老回到村落里面 就要不断的举行部落的会议 来传达荷兰人的意识 还有统治的规矩 那荷兰人也会派一些叫做政务员的人士 去监督这些头目跟长老 怎么去治理他们的部落 而且对于村民的处罚的权利 这个头目顶多只有罚钱的权利 不可以鞭打也不可以杀害村民 只有荷兰人才有怎么样 鞭打或者是其他的肉体刑法的权利 这个长老只有罚金的权利而已 所以使得原住民的部落里面的每一个人 都等于是向荷兰人怎么样 这个宣誓效忠 而不是向长老跟头目 所以荷兰人驯服这些原住民 主要是靠军事力量 然后不断的镇压反叛 1636年8月又多了29个村舍来臣服 所以总共就到了57个村舍 所以有纽事就讲 战争带来丰硕的成果 麻豆舍和塔加里扬舍反抗的恶行 就会防射被烧毁 所以要其他的原住民村舍要记得 荷兰人是会重重惩罚的 而且荷兰人要强调 跟原住民讲说中国人是不可信任的 所以各个村舍的原住民一定要跟中国人交往的时候 要得到荷兰人的同意 尽量不要跟中国人接触 他认为以免被中国人用恶毒的作为所勾引 因为他怕中国人支持原住民反叛 所以各意的去区隔中国人跟原住民 因为让他们以一致以用这个方式 后来这种归孙会议被改名叫做地方会议 所以在很多文献上 你可以看到地方会议的名字 所以荷兰是用地方会议这个模式 在全台湾进行统治 后来还分什么会议区 每一个区每个区 在台湾岛上分别的举行 以后有机会再跟他说 其他地方会议除了在南台湾之外 也在其他地方举行了一个状况 这叫做有效殖民统治的一个模式 在历史上是一个很精彩的一页 以上跟大家做了这么一个说明 谢谢你的收看 谢谢 谢谢